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话的方向与革命文学的范例 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强调毛泽东的在沿岸文艺作团会上讲话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要重新去理解中国当代文学 它在文化上所具有的这种开放性的一个意义 同时呢我们要重新去解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在中国的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 在文化上它所具有的创造性 同时呢也确实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践相结合 那么这幅是一句空话 我认为呢迄今为止的 我们在做这样一种理论的表述的时候呢 它的动机都是好的 它的眼界都是高的 胸怀都是大的 但是呢它缺乏合理的理论的内涵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 这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历史相结合 怎么结合啊 在哪个意识上结合啊 它为什么说它这个结合才有中国的特色 才有世界这个世界性的一种意义啊 所以这些没有说清楚 那么我们呢尝试着来进行我们的一种阐述 当然这里呢我们牵涉到 首先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二十世纪的这样一个中国的文学的发展中 我们新白话文运动 其实也就过去了三四十年 是吧 那么怎么又要来一个这样一种深刻的一种革命 是不是 大家会知道胡适 这个我们1919年的新青年运动 是吧 这个白话文学运动 然后随后呢 中国白话文学做出了非常卓约的贡献 那么出现了一大批的 这样一个非常杰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但是历史才过去的三十年 甚至还不到三十年 那么中国的历史 为什么又要发生这么深刻的变化 是吧 那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作团会上的讲话 其实随后呢 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的 它要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而不只是沿着这样一个 五四白话文学开创的这个道路 笔直的前景 而是经历了很多的曲折 很多的拐弯 很多崎岖的道路 所以就说了这个 把讲话视为中国当代文学自身合法性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这是我的一种理论的一种场势 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从此拥有自身的理论和政治前提 但新的历史化的企业当然也不是这么绝对 是吧 中国当代文学后来向着革命文学发展 毛泽东的文学是向着固乱起的重要作用 但是呢我并不是说叫做前此的左翼文学的传统呢 跟它割裂看来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左翼文学传统到了延安 它并不是理所当当的 它成为革命的基础和前提 恰恰是包含着非常深刻的一种革命和锻炼 包括左翼文学本身 就是说这样一个1942年要重新开启的历史 不只是说和现代鲁迅 郭摩洛 鲁郭毛 是吧 那么这样一个历史做出一种划分 同时呢也是要和左翼的前此的传统做一种划分 比如说很简单一点 大家后面我们就会讨论到胡锋 是吧 在国总区左翼文学它是最重要的起手 但是在50年代对胡锋的这种批判 它才是清理革命文学 这个道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动 当然大家会说鲁迅 是吧 解判区毛泽东在延安 他是一直把鲁迅作为新文学的这个奠基了 也是作为革命文学的前提 但是毛泽东以及在延安文艺专业文学的讲话之后 对鲁迅的解读和界定 是有它特定的内涵的 是吧 是把它做了革命化的解释 所以这是我们要理解的 那么这一点我们就要去探讨 像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厨艺和陈多秀的文学革命论 这一点是文学革命发生的标志 那么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现代文学提示了启蒙主义的方向 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价值 我这里不只是说是民主与科学 我们说德先生赛先生 在文学方面他强调的更多的是个性简化与自由平等 所以文学引领的现代启蒙意识的不断增强着现代中国对个人自由价值的体能 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在中国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读到 那么包括鲁迅的作品 郭莫洛的作品 那么 玉达夫的作品 矛盾的作品 我们都可以读到这样一个 对个人自由价值的体论的这样一种东西 这样一种价值 那么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人生的艺术 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呢 大体上可以看成是两个明显分歧的文学观 那么前者呢 大体可以说成说是来自苏俄和日本的受红色思想的一种影响 后者呢更多的是来自欧美的对西方现代文学的直接的呼应 为人生的艺术呢也可以看的是后来左翼文学运动的文雅 但二者之间呢当然没有线性的避堂联系 他们里面有非常复杂的一个重新建构的一个过程 这里我就不说 因为大家已经上过现代文学史了 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去思考 那么左翼文学运动的形成呢 确实中国的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 它是顺应着时代的精神来建构它的文学的取向 它的文学观念的一种改变也好 文学立场的改变 作家的这样一个价值追寻的改变都是和现实的变化发生关系的 那么与旧安危机的到来呢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当民族国家的论统被强调到一个足够重要的程度的时候呢 文学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 那么转现表现时代更普遍的主题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确实这个抗日战争它在中国三四十年代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后来这个李子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呢 它提供了对中国现代思想颇为有效的一个解释模式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启蒙于旧王的变奏的模式 当然这个我们也会说启蒙于旧王 它并不是简单的二人对立的 旧王本身也是一种启蒙是吧 因为旧王那个时候他把民族国家的论统呢 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那么中国人从未有如此强烈的认识到 我作为个人和民族国家的那种密切关系 所以这本身也是一种启蒙 这是属于现代精神 这是属于现代性 是吧 民族国家是现代性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 是吧 所以这点大家可以理解 那么因此它也是启蒙的一个方面 但是在李泽厚的论述中呢 它有点忽略了旧王所具有的启蒙的意义 它更多的强调了启蒙在这个自由平等 民主这方面的一种含义 但是呢 确实旧王他压倒了这个毕竟压倒了关于个性自由啊 人的解放啊等等这样一个现代文学 它正在形成的一种主题 那么民族国家的文学的叙事 要揭露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压迫 是吧 唤起人民起来反抗 这样一种文学它成为主流 那么这一点呢 是我们当代文学 在发生革命变化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前提 现代文学给予了一个历史的前提 所以它二者还是有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说民族旧王要到启蒙 这个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所引起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的深重的 那么当你的民族危机当家破这个人亡的时候 那你文学必然要为这个时代 人们的民族的生存 人的生存和解放来奋斗 那么这里呢 我想引述的就是说 当代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变化 它实际上是遭到了非常深刻的质疑 也正因为这一点 就是不管是中国的研究家也好 西方的研究家也好 他就会认为中国的20世纪的文学 他政治性太强 和现实贴得太近 是吧 他缺乏那种对更加普遍的 人性的审美的那种追求 有这样一种批评 那么夏志清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他其实始终就是持这样一种观点 那这样一种观点呢 其实非常深刻和全面的 影响了西方的这个港台的文学史研究家 所以像我这里又谈到顾斌 这个去年出版的这个20世纪中国文学 那么我上一节课其实已经提到了 他说的对中国执迷的一个批评 他就认为现在以来的中国作家 是因为过于对中国执迷 所以这影响了他们在文学上的 这样一种表达 影响了他们对这样一个 包括对人性也好 对审美也好 对语言也好 对这方面的一种表达 他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对中国的执迷 表示了一种整齐化异的誓言 他将一切思想和行动 通通纳入其中 以至于对所有不能同祖国 发生关联的事情都不予考虑 作为道德性义务 这种态度招失的 不仅是一种做过艺术加工的爱国热情 而且还是某种爱国性的狭爱地方主义 政治上的这一诉求 使为数不少的作家 强调内容优先于形式 和以现实主义为导向 于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艺学探索 经常被导向一个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 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 经常是紧密相连的特性 和世界文学的观念相种 大家注意这句话 就是世界文学它并不是 像中国现代文学那样 和时代发生如此紧密的过程 这是他的判断 因为后者意味着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 所有人都能理解 和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文学 而想在为中国的目的写作的文学 和指向一个非中国读者群的文学间 做到兼顾 很少有成功的历史 这是顾斌对现代文学的一个评判 这也是他写作这部文学史 对作家评判的一个角度 一个立场 那么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了 假定说 这个现代的作家 对中国的执迷 是一个谬文的话 那么当代的作家 起步对中国执迷的更加深重 让他更加荒谬 是不是 而且当代作家 还不只是 这个对 自觉的 自发的对中国执迷 而是我们有一套体制 要求他对中国执迷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叫做《窃听风暴》 他是讲一个剧作家 其实他也反映整个 他那个写的是东德 在这样一个共产阵营当中 知识分子他如何丧失的一种 自由思考的权利 和自由说话的权利 那么他表达的是专制体制底下 知识分子的一种遭遇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当然我绝对不会说 对祖国的忠臣 对党的忠臣等等 那么这些 有他的历史的合理性 那么他没有任何的 可以指责的地方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作为更加细致的 更加具体的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 中国作家对中国的执迷 在那样一个历史心境当中 他是必要的 也是必要的 这样一个命运 他是不能逃脱的 那么在我们的文化的 进一步的展开中 我们的 这样一个文化的体制 这样一个文化的制度 他走向了极端化 他走向了极进化 是不是啊 那么这是另一回事情 不是说对中国的执迷 本身不可以 而是说对中国的执迷 在后来他如何走向了极端 但是呢 在现代 我觉得这样一个指责 顾斌的这样一个批评 是不恰当的 我觉得他是有夸大的 现在我们没有说 作家 要将一切思想和行动 都纳入其中 以至于对所有 不能同祖国 发生关联的事情 都不予考虑 我觉得这个 你对鲁迅 对郭墨洛 对矛盾 对于拉夫等等 这些人的 指责是 是不成立的 我觉得是 没有到他说的 这样一个地步 那么至于 左翼的那些作家 蒋光词这些人也好 丁宁这些人也好 是吧 楼石也好 也并非如此 是吧 所以我觉得 他的这样一个批评 是并不恰当的 那么实际上呢 他认为有一个 世界文学 有一种世界文学 这个世界文学 它是超越民族的 超越时代的 是应该对所有人 都有效的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欧洲的文学观念 是吧 这本身是一个 欧洲的中心主义 那么中国处在 那样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候 你就要去评价 他在这样一个历史情境中 这一代的知识分子 他如何在历史提供的 可能条件下 做了他们最大的努力 取得了他们最大的成就 我觉得这是一个 合理的判断 是不是 你就像一个残疾人 残疾运动员一样 残疾运动会 你拿那个 布尔克的那个 百米的速度 你去要求残疾人 这个是不恰当 对不对 我当然不是说 中国作家 现在说是残疾人 我这个政治上就不正确 但我说 我们那战火纷飞啊 是吧 那个 烽火连三月 是吧 是在那种情况下 你这个 动乱 这个 战乱 然后 民族国家的威望 那么 在那种情境底下 你要作家去 写作另一对的文学 这是不可能 这种要求 是完全不合理的 是不是 我那个比喻 残疾人的那个比喻 不恰当 我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事物 有他给定的前提和条件 有他的特性 你只能在这个特性上 去理解它 你超出这个特性上 你去评价它 是不恰当的 那么另一方面 那么 是否有一种 那样一个 伟大的 超越一切的 世界的文学 我对这个是 持一个怀疑态度 我对这个 持怀疑态度 这个因为 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我可能 再怀疑一些课也 讲不清楚 那么 我的思路 大概是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